卓西湘公所谓的表扬伟大的父亲们 极致尊荣 今天的模范父亲表扬大会现场 特别铺设了红地毯 让每一位模范父亲以及环保爸爸 在众人列队以及志工的引领下 像大明星一般的走星光大道红毯 上台受奖表扬 而亲朋好友也在台下与有容颜 卓西湘年度父亲节 继环保爸爸表扬大会 特别结合线文化局艺术节表演团体 来为活动热闹揭开序幕 很精彩 很喜欢超喜欢的 但有点太刺激了 线文化局的艺术季表演活动热闹开场后 接着重头戏 年度模范父亲颁奖表扬活动 六春模范父亲代表 在众人列队及志工引领下 一个一个如大明星般 走星光大道红毯 上台受奖表扬 亲友家人也予有容颜 也非常地荣幸 在这一次 主席村也推荐我成为这一次的父亲的表扬之一 那我们有六个村 也有好几位是父亲的表扬 真的是谢谢 此外延续这几年 对各村环境维护有功的父亲们 也在今天模范父亲表扬活动现场 进行表扬致谢 现场气氛热热 像从砍草打扬 每个人都要出来 小朋友或是大人都会出来 参加我们部落的清洁日 再过来就是也在宣导他们 我们的垃圾 垃圾一定要分类好 主席乡长田桂花表示 今天每一位获奖的模范爸爸都是令人尊敬 值得学贤的典范 也感谢的说 尽管父亲大多不善言辞 但也呼吁大家爱要及时珍惜与父亲家人们相处的每一个时刻 常怀感人执情 而他也代表全体主席乡民 对这些走过辛苦岁月带领下一代往前走的父亲们 至上满满的感谢 环境清洁部落这个部分是因为现在环保所 他们在推社区清洁的一个活动 那鼓吹我们的社区亲自来参与 所以我们的部落事务组长 村长代表或者部落干部 全部一早起来 为了怀护我们所有的社区 也解决了我们很多工部门的一些 没有办法照顾到社区环境的一个问题 主席乡公所今天除了表扬六位伯范 父亲以及六位环保爸爸之外 也进行社区评鉴既有表扬 以及第二季部落环境清洁竞赛得奖的社区部落 记者是玉兰作息采访报导 我们可以订阅您的手并预防